各位听众 观众朋友 大家好 欢迎继续收听 收看美国之音 VIA卫视在3月12号星期四 从美国首都华盛顿 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 我是黄耀一 大家好 我是萧询 节目中我们将首先带您关注一下 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 使用私人电邮所引发的争议 希拉里·克林顿为了遏制事件发酵 所做的公开的解释 却又带出了很多的疑问 那么国务卿用私人电邮 处理公务是否有违法规 电邮事件可能会对 很可能参选的克林顿 带来哪些负面的影响 既然又会如何的影响到 未来两党选情 而在今天的VOA有文必答栏目当中 要回答观众有关于 美国的种族问题 我们的观众想要了解 美国是否有种族歧视的现象 而亚裔在美国的处境如何 以及最近非洲裔美国人 受到警察枪杀而引发的争议 这些问题我们将请专家来回答 是的 对这些话题有兴趣的听众 还有观众朋友 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参加节目 讨论 电话号码是400120551 再说一遍是400120551 您还可以在互联网上 观看我们现场进步直播 网址是voachinese.com 正式进入讨论之前 我们先请美国之音的 新闻主播许波 带大家关注 这个小时的重要新闻许波 好 谢谢萧寻 星期四凌晨 两名警察在密苏里州福格森镇 遭到枪击 几个小时前 福格森警察局长刚刚辞职 此前美国司法部 在一份报告中 批评福格森警察局 在执法时带有种族偏见 事发时抗议者正聚集在 福格森警察局外面 一面一名警察被子弹击中脸部 另一人被击中肩膀 两名警官分别来自圣路易斯县 警察局和附近 维伯斯特格罗夫镇的警察局 圣路易斯县警察局长贝尔玛说 两名受伤警察意识清楚 但伤情非常严重 贝尔玛说 这两名警察之所以遭到枪击 只是因为他们是警察 他表示枪手隐藏在示威人群里 但福格森的目击者说 子弹似乎是从警察局 对面的一座小山上射来的 两名美国特勤局高级特工 正在接受调查 他们被指在深夜聚会饮酒后 驾驶一辆公车 撞上白宫的安全护栏 华盛顿邮报率先报道了这一消息 这两名特工驾车 冲过白宫围栏入口时 当地警察和特勤局人员 正在对白宫附近的一个可疑包裹 进行调查 据华盛顿邮报报道 当时警官准备逮捕这两名特工 并让他们接受酒精测试 但上司下令释放他们 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批评47名美国共和党参议员就 伊朗官方媒体援引哈梅内伊的话说 他对谈判过程中遭暗算感到担心 他还说国际谈判小组 特别是美国 在谈判接近尾声时 口气更加严厉 好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 这个时段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 感谢您的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回到VOA卫视的时事大家谈直播现场 我是萧寻 美国总统的选战目前仍然处于预热阶段 很有可能参选的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 却因为他在任国务卿期间 使用私人电邮处理公务之事被曝光而出境尴尬 克林顿为了遏制事件发酵 所做的公开的解释 却又带出了更多的疑问 那么国务卿用私人电邮处理公务 是否有违法规 电邮事件对可能参选2016年总统大选的克林顿 会带来哪些负面的影响 进而又会如何影响未来两党的选情 今天这个话题我们请到了三位嘉宾一起来参加讨论 一位是时事评论员曹长青先生 曹先生通过sky从佛罗里达州参加节目讨论 曹先生您好 您好 大家好 另外一位是在演播室的美金华人活动中心董事长蔡德良先生 蔡先生您好 主持人 各位观众大家好 另外最后一位是美国华人全国委员会指挥会会长薛海培先生 薛先生通过sky从加州参加讨论 薛先生您好 您好Paris 还有观众好 此外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的声音已经开通 请您可以拨打400 120 0551 一起来参加话题讨论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星期二前天 希拉里克林顿在联合国参加了一个 做了一番演讲关于妇女议题的演讲之后 开了一个记者会 那么谈到了她对她自己这个私人电邮 做了一些解释 做了一番解释 那么请蔡德良先生您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个事情的原油是怎么样子的 为什么引起这么大的渲染大波 这个一开始来讲的话就是很简单的就是 一般来讲你到了公家政府服务 很惊讶 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发生 那当然他可能就说因为他自己特别啦 自己规定自己可以 但是现在这个问题到现在来讲变成一个很大的问题了 因为你知道大家都是用公家的电邮 为什么要用公家电邮 因为第一个一个安全问题 一个是比如说你现在你拿到一份文件 那么你发给了谁 那么公家有个记录 那么这公家记录在像我们做过这个电脑 这个电脑数据库的专业的话就知道就是一定要存个五年到七年以备查询 可是你现在你出你用了你自己的话公家没有你的备案备份 我不知道你做了什么东西 所以这个东西后面的法律问题非常严重 那他那个时候做了以后现在也没办法改 所以对他来讲他说我只能把通通交给你 可是通通交给你的过程里 你到底有没有通通交我不知道 你这个东西里面有没有漏了什么我不知道 你把这些东西文件发给了什么人 是不是可以发的我不知道 那么这更多更多的疑问出现了 那么这个就变成人家可以攻击的对象 是的 那我们请问一下薛海培先生 薛海培先生您曾经参加过这个民主党的助选活动 那么我想请教您一下这个问题 您觉得这一次这个事件呢 希拉里也出面进行了解释 您觉得他解释给不给力 就是有没有这个解释到点子上 我看他的解释 我说实话是无法说服 这个几乎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 就刚才像蔡子梁讲的那样 还有我也在想这个问题 这个你想 他做国务卿做了很多年 这个同时呢 这个他身边这么多他的助手们 竟然会说没有一个 如果他自己是对这个 这条规则没有太注意的话 身边这么多助手在做什么 我确实是打个很大的问好这件事情 您觉得这个除了他本人以外 还是他是助手 也负有一定的责任是吧 那么接下来请教一下 在佛罗里达州的曹长青先生 您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是怎么样的 您觉得是会不会成为这个共和党候选人将来 如果希拉里要正式宣布要参选总统的话 会不会成为对方攻击的一个重要的这样一个炮弹 现在这个事情发展到现在了 尤其星期二这个希拉里做的公开说明 但发展到现在我们大家看得很清楚 现在已经可以确定了几点 第一点 希拉里前国务卿已经违背了联邦这个有关规定 这规定是这个必须使用公家的电子信箱 那你使用个人的 这完全有个规定的 那不要说刚才这两位先生也在谈的 不要说是这个联邦政府了 今天美国的大公司的话 那个职员的话都要求必须使用公司的电子邮箱 不可以使用个人的 必须你要查你什么东西 你是不是泄露公司的机密啊 或者怎么样 用公家的时间做别的事情可以查到 今天这个希拉里跟别人不一样 他做过国务卿的 而且原来他先生做过总统 八年总统 他对美国的联邦这些规定 应该是完全清楚的 不清楚的助手也会提醒 今天这个事情很清楚 就是希拉里本人有意的违背了这规定 那现在这个事实了 那第二个他为什么要违背的规定 什么目的 现在大家要猜测了 你是不是要躲避这个联邦对你的一些 一个邮件的一些真实性 或者邮件内容的一些检查呢 尤其这个事情是一道这个利比亚 这个班加奇事件 那是不是隐瞒了事情 所以这个我觉得对他是相当有影响 今天这个影响就看 那到底是一个工作失误 有意隐瞒一些事情 还是一些重大的事情 他有意的来躲避 如果这个是第二个的话 那我觉得可能是美国的 很可能是发展到一个第二个水门事件 影响他争取当选总统之路 是重大影响 那么曹先生刚刚您提到 关于班加奇还有其他这个事情 可能有影响 但是我们知道他设置这个私人的 伺服器呢 是在他被确认担任这个国务卿的当天的时候 设立起来的 这是我们看有关的这个资料上面提供这样一个情况 那么这远在他这个班加奇事件发生之前 他还没有就任这个职位的时候 他就设立了这个在自己家中设立这个私人的私服器 那么我们可能不能说他是为了掩盖某一件具体的事情 那么他到底当初是出于什么样的这个考虑呢 现在大家也只能去猜测 您怎么看待这个事情 我觉得他是因为你知道他是政治人物 他之前其实他是他的先生选上总统 他其实做了很多事情 所以他之前在美国政坛上 美国跟各州的联系上他做了很多事情 他不希望这个事情跟他自己的公务混在一块 所以他觉得说这些东西是比较 政治上比较有点争议性的东西 他希望用自己的私人的东西来做这个处理 所以不想混在一块 但是这个问题就出在这里 一般人的做法是 我公家就用公家的账户 私人就用私人的电邮 他现在是把他混在一起 而且把他放在私人的电邮 所以就引起很大的争议 所以他的目的当然是很清楚的 大家知道说这个东西是 可以说是你要这么做 但是你争取了这个 法律上的咨询来讲说 是可以这么做的 但事实上在这个很多 一般人来说你这应该是特权 他说过这样的事 他说的是他当初呢 其实并没有这个违反有关的法律 没有当时没有这个相关的这个规定 说你必须要用这个公务 电子邮箱来处理这个公务 当时可能是没有相关的规定 有关的规定在后来出来 国家档案馆有相关的规定 因为这些政府公务方面 这个处理的文件 是作为这个国家的这个档案资料 是要留存下来 不光是为了未来这个检索方便 而且是出于这个对公众 还有新闻从业者 将来是要去查询有关的资料方面 出于这方面的这个考虑 可能差两句 你叫他讲这个问题 就是说第一个问题 因为联邦有个叫做Federal Records Act 就是联邦记录法 那么这个问题我不知道 我们大家可以不可以了解一下 这个法从哪一年生效 因为希拉里的话 是从2009年奥巴马上台以后 确认为国务卿的 那么我个人感觉到 这个联邦记录法的话 应该是在2009年以前就通过了 当然这个问题确实你刚才讲的就是很没有通过 所以我现在不太确定这是个很好的问题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问题的话 我也在设想 我们可以查一查看看 就是希拉里在做联邦参议员的这么多年里面 他是怎么处理这个问题的 因为我相信联邦参议员也有起码是类似的要求 如果不是像国务卿要求这么高的话 那么假如说希拉里做联邦参议员的时候 一直在用这个就政府的这个邮件系统的话 那么为什么当了这个国务卿以后 就反而变成了私人的邮件系统 这个问题或许能够帮助他 或许能够让他促进更操保 就这个法律问题我想接请教薛海培先生 但是如果另外两位嘉宾对这个有所了解 也欢迎发表您的这个意见 就是您刚刚提到这个法律的话 这个信息法是否会规定这个政府官员 不只是他的公家的这个电邮 或者是一些信件的来往 他私人的行程 或是他私人的这个电邮 只要他在任期之内 总统国务卿或者是官员 他就算他私人的行程 私人的这个邮件 也是需要纳入这个记录法的规定呢 没有没有没有 对私人活动没有这个要求 对 所以他在这个解释当中呢 也把这个私人的和这个公务的剥离开了 他说他把有关公务的东西 全都上缴给这个国务院方面 私人的东西都销毁了 那么这就留下了很大的一项一个疑问 就是说了谁来判断这些东西 是私人的还是公务的 留下了很多的疑问 您知道他自己本身是律师 他旁边很多很多律师 所以这部分他一定是没有问题的 说起来没有问题 这话是没有问题 但是情理是有问题的 任何人你到了公家机关的服务 没有人会告诉你说 你可以用私人油 但有这么一个问题 就是说他也解释了 他说了他不是第一个 使用这个私人的邮箱 来处理公务的 在他之前的鲍威尔 还有包括现在这个民主党的 这个参选的大热人物 就是捷布布什 他在担任州长的时期 也用过私人这个邮箱 曹先生您来讲一下 您再佛罗里达州 但是现在这个问题关键 就是刚才说是不违法 还违反情理 现在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 他的全部邮件 他是有公家有私人的 那现在他说我公家交上了 私人我绝不交 而且已经删掉了 那问题是 谁来做这个鉴别工作 如果有黑洛瑞本人 自己做的话 那就不合情理 甚至违反法律 因为你来做的话 你怎么 大家怎么能信任你 你已经违背了联邦法规了 现在你又来做 既是求援又是裁判 那怎么可以呢 应该由中间独立的国家机构 来鉴别 你的哪些邮件是个人的 哪些是公家 哪些可以上交 第二个的话 你现在很重要 你现在说 你就删掉了 那删掉了什么 是现在今年 黑洛瑞能够解决他的问题 就是把他的服务器 整个交给国家有关机构 能够全部邮件 能够删掉的服援 服援以后 检查你确实删掉的话 是个人的 那就没有问题 因为这些 并不存在公布 由中间独立人士 国家机构来做 并不存在公布的问题 那这些鉴别之后 就恢复他名誉 你是违反法规没有 没有隐瞒什么 现在关键就是 你的违反了法规之后 有没有隐瞒什么 刚才提到班加琪 确实他不是班加琪 但是今天这个事件 大家最大的怀疑 就是说 你这个邮件中 隐瞒了和班加琪事件 有关的重要邮件 这是人们最大的一个质疑 也是反对党最大一个质疑 说这个问题 不回答清楚的话 这个一直是会有阴影 或影响他的总统之路的 他有提到 这样一个技术方面 有问题 他说如果要公布的 相关的邮件的话 如果发给对方的话 对方应该会有留存记录 那么私人的邮件 是通过私人伺服器的话 是不是 他现在没有说 就是说 你可以去查 我的私人伺服器里 留下了什么样的 这样一个痕迹 或者是留下什么样的 这样留底这方面的事情 那么蔡先生 我想请问一下 您是注册民主党人 您觉得他作为很有可能 非常有可能 要参加这个2016年 总统大选这样一个参选人 那么在其他的 民主党的参选人 还不是很明朗的情况下 他是相当明朗的一个情况 您觉得这个对他来说 会造成 到底会有多大影响 这个就看大家对这个电邮的这个功能 你了不了解 那么目前看起来的话 一般这个公务人员都比较了解这个问题的话 就是觉得说 这个是很不可思议的 那么在一般民间的话 可能想法就不一样了 一般民间的想法就是说 你最主要是你的政策怎么样 合不合 那他在解释这个东西 有没有有一点特权的嫌疑 因为在美国的话 对人有没有搞特权是很敏感的 假如说你的家族或者你个人是没有搞特权的时候 那就OK 所以目前看起来的话 这个事情还在处在硬朗的阶段 那么很多专家已经在说明了 那么大部分来讲的话 应该是对他坦白讲是不太有利的 所以应该来讲之前的话 这个民主党大概愿意出来跟他竞争的人很少 但目前看起来可能有这个机会了 那么薛先生您谈一下您怎么看 这个会对民主党的这个选情 目前看来造成什么样的这个影响 对这个问题呢 确实是现在民主党角度来讲 是非常关注这件事 那么通常我们讲起来说 一个这样的重大新闻事件 它的新闻周期一般也就是一两周时间 这是一个灌场的说法 但这件事能不能以灌场的说法来处理 我们不知道我们也就说这件事 发生到现在也就一个多星期的时间 一两个星期时间 那么如果再给他一两个新闻周期的话 也就是说再过两三个星期 如果这件事能够基本上 被他的解释能够抹平的话 那我觉得对他的影响不是特别大 但是如果是一两个星期说 这件事变成滚雪球 混出新一个就叫这个 这个邮件门事件的话 那么对他的影响会是非常大的 本来这个希拉里 我们现在都基本上指望 他在四月份 最晚不超过五月份 成立他那个叫做 Presidential Exploration Committee 就是这个探索 帮他一起讨论 是否他能要当选的 这么一个委员会 那么现在看来 不过他还有时间 但现在看来的话 他这个决定可能要 还要推迟多数 您觉得他有没有可能 各位觉得 薛先生您先谈一下 您觉得有没有可能 把这事抹平了 解释方面 我的个人感觉是 这件事是一个damage 就是一个造成他 绝对是一个 模仿挪去的伤害 我个人觉得 他会不被这件事情 影响到做出 比如说原来他基本上 已经做出要竞选的决定 先变成不竞选 我觉得目前来讲 还看不出这个迹象 但是这件事确实是 给他造成了一个 几乎是一个永久的伤害 这件事情是可以 在整个竞选过程中 随时随地被对方 拿来说话的每一个话题 我想讲一件事 就是说这个希拉里 他这样做 我们当然都是没法理解 就像刚才蔡德梁先生讲的那样 十分难得理解 他怎么会去这样做这件事 是吧那我也很自己好奇 我马上查一下 他在做联邦参议员的时候 他是怎么处理这件事 现在就是说 如果要我猜他的动机的话 我觉得我唯一能够猜想的 就是希拉里 他老公当选总统以后 在白宫的几年 那八年的话 确实遭受了 共和党也好 媒体也好 也是非常多的 甚至是过度的调查 以至于大家都知道 他先生最后那些调查结果 差点被弹劾掉 那么这个希拉里 他自己本人 我们通过很多回忆录也都知道 他在这些角色 扮演了很大量的角色 其实幕后的 所以他对这个secrecy 对这个保密 对他自己不被未来 不牵涉到这些 可能出现了很多的 这样的一些未来调查 他这方面是非常敏感的一个人 所以说 我觉得如果他是 这个原因造成的话 他这次是犯了一个 非常重大的一个 判断性的错 我们刚才纽约时报的 这个报道里边 谈到就是说 他星期二做完 这个简短的回应之后 说并不足以压制 那些挥制不去的疑问 也就是说 他没有政府电邮账户 是不是为了让他的通信 避开政敌 记者和学者 查看联邦记录的要求 曹先生 我想问一下 刚才薛先生谈到了一方面 就是说 他可能是出于 过往 他的丈夫 也就是比尔克林顿 在任总统期间 这一番精力呢 有自我保护的 这样一个倾向 那您谈一下 这方面的解释 如果真的 他出面这样子解释 或者是通过别的方式 这样解释的话 可不可以说服这个民众 我觉得很难说服人了 就像刚才这位来宾说 他很难相信 难以置信 他这个像希拉丽 这样一个成熟的政治家 做了这么多年的 这个政府公职人员 能够犯这样的低级错误 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那所以大家来猜测 他的动机 那猜测的话 还有很多种 但是这个事实本身 它违背了联邦法规 这已经是个事实了 这是对它是个影响的 那今天尤其是 这个不是说猜测了 今天基本可以确定 大局预定 基本上不出意外的话 希拉丽就是这个民主党的总统活选人了 那现在下一步的话 那这个事情对它相当有影响 因为在美国政治大家熟悉的话 在过去半个世纪 基本都是一个党执政两届的话 一般都下台 你像这个老小布什执政两届 然后换成民主党 民主党黑洛人 这个可能都两届八年 那么就换又换人 然后最后换成小布什两届八年 现在又是这个欧巴马两届八年 一般常规不出意外的话 两届八年都换党了 所以下一次2016很可能 这个按照常规来推测 是这个共和党的总统活选人 很可能会胜选 所以这个民主党的希望 由这个创造一个第一个女性总统 这样一个呼唤 来延续上次创造一个第一个黑人总统 这样一个左倾的口号来呼唤 来希望这个希拉丽能当选 在这种情况出现重大 这个电子系的问题 这是明显违规了 所以下一步还会调查 现在希拉丽昨天的记者会 他说了 我会把这些东西交上来 但是要我要鉴别挑选 这个过程要几个月 那要交选以后 挑选上了几万件这个邮件 是不是也出现问题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不会完的 很可能会影响他总统之路的 曹玄刚提到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就是说看过往 近期的这个历史 就是说美国的这个连续 就是一个党派 连续执政三届的这个例子不多 在杜鲁门之后呢 我们看到只有 只有在里根任了两任总统之后 接下来呢 是老布什当选总统 那么有很多人认为 就是老布什当时当选 是因为里根呢 非常popular 就是他很受这个拥戴 他下就是离任了以后呢 所以这个老布什是沾了他的光 所以才有这么一个事情 那么说这个奥巴马呢 现在可能不会有像里根那样子 当时引发的这种民众对他的这样一个popularity 就是非常的 人气 人气有高到那样子一个地步 以至于影响到下一个这个民主党的参选人 也可以下他之位当选 您怎么看待这个事情 您作为这个民主党 我觉得因为很特别的 就是说第一个 他这个Hillary他曾经担任过这个第一夫人 而且他在让昌议员的时间 在这个当然国务卿的时间都表现得非常好 那问题就出在这里了 那么你为什么要隐藏你某些机密 因为但是这是其实坦白讲 在政治上来这个东西 有很多东西都是不想让别人知道 那人家是更想知道 更想要知道 那么到底说你那个时候有没有什么东西 人家随时都可以挑一个东西来说 你的邮件拿出来给我看看是怎么回事 对不对 你又没有把这个资料给了谁给了谁 然后但是他因为他担任这个国务卿坦白讲 每天处理非常非常多的很高级的机密 所以这个东西的话 很多人是很容易受到攻击 所以现在的问题 他最重要是他现在 他们民主党本来意思就是说 他这个人非常优秀 也非常非常这个 非常很可能可以选上最主要就是他又是第一位想要参选的一个女 女总统 而且很可能会选得上 那现在这个问题出来以后 大家抓着就攻击 抓着就攻击 而且他在这个国务卿的阶段里面有些事情也是没有讲得那么清楚 大家还是可能继续攻击 而且不知道说你私人的这个事物器里面还有什么东西 你有没有删除掉什么东西 这个东西所以我想这个会变成他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薛先生您作为曾经给民主党参选人 候选人助选这样一个工作 您觉得现在目前处于这样一个情势 加上刚才这个曹先生谈到这一方面就是说 按以往这个历史来看 连任两届这个总统以后基本上都会换另外一个党派的这个人选来当选 您看一下当前民主党是不是还有希望在2016年大选当中 我个人如果要说叫我赌一把的话 我还是认为说是希拉里可能可以把这件事情处理掉 那么就是说尽管是在有永久的这个伤痕 但是这件事情我也希望但是也认为不至于最后影响他总统选举之路 这个是我的一个基本判断 您觉得这个如果他呢 他说他要参选了 那么民主党的其他的人呢 看到目前这样一个情况的话呢 也有很多可能会有不少的人会出来 也表示要参选 那么在初选阶段呢可不可能因为这个事情内部之间就出现一些 这个拿这个事情作为炮弹进行攻击的这样一个可能性 这个可能性几乎是零 那么比如说现在这个是民主党方面最看好的一个民主党左翼的候选人 就是现在的这个联邦参议员Warren 他这个已经最近跟希拉里专门两个私下见面交流 这个意思是说他不会在这个初选阶段影响希拉里的这个 分散他的注意力啊 从资金竞选啊这些 他已经几乎明确表示他不会这样出来 所以说几乎民主党现在说实话是没有人 除了希拉里没有任何人可以挑战共和党 那么所以说也可以这样讲 如果是尽管这件事对希拉里会带来一定的伤害 假如没有变成了一个另外一个水门事件的话 那么我们觉得呢 我觉得呢就是说在民主党的初选阶段 对希拉里几乎没有任何伤害和损失 我们首先来设定说这个事情没有违反到有关的这个法律 是不是有违法 那么现在不能做出结论 那么曹先生我想问一下 有人提出来就是说这个选民本身呢 是对于这个候选人他的代表的 是不是代表他 是不是能够在将来当选之后 为他的这个利益争夺 这个说话发声或争取他方面利益 比如说呢他对女性的这样权利方面的这一番呼吁 比如他星期二的时候在联合国做的演讲 就关于这个女性权利的这样方面的演讲 那么可能就是女性选民会 不管其他方面的这些细节的东西 可能还会投他的票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人也会忽视这一方面的 这些这个方面的这个问题 您觉得怎么样 曹先生您谈一下 您觉得是不是有这样的可能 当然你谈到是不是他 因为他是女性能得到更多的女性票 我恰恰对这个有质疑 因为无论说美国和台湾近年的选举 都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就是说女性选民恰恰不投女性候选人的票 反而男性非常愿意多投这个女性候选人票 对这些参政的女性很欣赏 是来自更多来自男性 所以说是不是能拿到更多的女性票 这点是令人质疑的 另外一条呢 现在我们基本看到大事也趋了 就说这个民主党没有其他的人选 没有更好的竞争者 基本上就是希拉丽 几乎是大局已定 那现在的话 他党内初选也不会出现大大的问题 因为他这个大局已定的话 这个大势已趋所向的话 一般的民主党的这个初选的候选人 那个选民也不会再选择其他人 所以关键就在于和共和党对决的话 现在共和党还不用确定 如果确定的话 比较强有力的 那的话的话 黑洛雷我觉得希拉丽是非常困难的 这个由于第一届 这个人们要创造一个第一个黑人总统 结果带来了美国是灾难性的货果 美国的经济 美国的外交 欧巴马现在口碑相当不好 民调支持率也相当不高的 那现在的话 他根本不像当年的里根那样 给带来这个老布什 带来一个辉煌的这么一个接班的 这么一个局势 大家由于过于一个喜欢推崇这个里根 而导致了这个光环 给了老布什才当选 而今天恰恰是欧巴马不仅不能留下的光环 反而留下很多的阴影 在这种情况下 希拉丽本身又出现这些问题 这个问题我觉得不会完的 民主党的人是希望很快过去 最好下个星期就没有了 但是今天美国制度的优越性 就在有两个监督 不管哪个党的候选人 不管哪个党的人做总统 都有两个方面强烈的监督 一个就是新闻自由的媒体 一个就是反对党 这两个会咬着不放 所以希拉丽如果真的有问题的话 这个事情我觉得是逃不过的 对他的总统之路是相当有影响的 我们看或许可以说 您可以讲 请讲 当然现在是奥巴马的声望 或者人气 绝对是赶不过当年两届 结束之前的里根总统 但是我们也可以反过来比也可以 但奥巴马现在的人气和民调 是远远超过当年同样时期的小布什的民调 那么美国经济从去年开始到今年 一直是在快速的复升 而且在未来这段时间 在总统选举期间大部分的经济学家都认为是还会进一步的复升 那么这个对总统选举确实会有帮助 我刚才想提的以前 我不太了解台湾或者其他地区的这个妇女选票 对妇女候选人的这个看法 但是在美国政治里面是这样的 第一 美国的妇女投票的话是55%左右历来都是投民主党的 那么第二 就是在美国的所有的这个 比如说城市一级州一级的选举 女性选票 女性这个候选人的比例是远远大过 投男性的这个选票 当然这个在全国范围的总统选举 没有出现过以前情况 我无法判断 但是我可以判断的就是说 在州一级和市一级选举 女性选票非常这个强的倾向 投女性这个选举人做一个补充 好的 那么蔡先生 刚刚她问到这个台湾的事情 您来自台湾还有要议 你们有没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地方 我觉得对这个台湾来讲的话 大家都希望有个改变 所以有女性的 或像之前黑人出来要求改变 那你就投黑人 那么现在说 我们现在也是要求改变 那我要投女性 这是可能的 那就是说她有没有提出东西来怎么样 目前她跟台湾的不一样 就是说她这边她提出很多政策的东西 有比较实质性的东西 台湾的蔡英文先生 女士她就没有办法提出很 我最后一个问题想请教蔡德良先生 就是说虽然西拉已受到这样子 这个电油这个事件的影响 但是就像您刚才所说的 两党候选人最后可能还是有不同的政策 例如在移民政策 社会福利政策 国家外交政策等等的不同 是否最后你觉得 请您简短总结一下 这个最后选民是不是以还是以这个两党的政策的不同而来做选择呢 我觉得因为西拉里她本身呢 本来就是在参议员国务卿什么 所以安全上是不会有问题的 所以最后还是要看看 共和党出了什么样的那个参选的强不强 这个提出来政策有没有什么问题 这样子我想美国的民主制度是蛮成熟的 会往这方面来考量 你想得很好 就是说的谈到这个美国民主制度 看起来这个两党呢 在竞选当中打的这个死去活来的非常的激烈 但是呢有一点大家要记住 这所有的这些东西呢 都是放在公众的检视之下 在公开透明的进行的 公众呢到时候用手中的选票来决定 谁来当选下一任的总统 好 因为事件关系呢 关于这个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使用私人邮件 以及对于2016年大选的讨论到此就结束了 非常感谢在佛罗里达州参加我们节目的曹长青先生 还有在我们现场的蔡德良先生 以及通过视频连线参加我们讨论的薛海培先生 薛海培先生参加这个阶段讨论 稍后的VOA有问必答栏目呢 将回答观众朋友 关于美国种族歧视的问题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卫星天线的高频头 及低噪音阻塞转换器LMB的激化方式是水平激化 有的观众朋友向我们反映 尺寸较小的天线接收信号较弱 而使用直径大约90厘米的小耳朵天线 对于亚太5号卫星KU波段信号的接收效果比较好 在接收器的主菜单上 请首先选择节目设置 确认后请选择节目参数设置 本证频率请选择11300兆贺 下行频率请选择12439兆贺 符号率是每秒2.5兆幅 在您的接收器操作界面上 可能需要选择2500或02500 计划方式请选择水平 信号强度 信号质量和信号状态 将显示您的节目接收质量 按键确认后 您就可以收看美国之音 BOA卫视精彩的节目了 有人这样站出来 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 我觉得这值得无论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 还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吃起来让大家吃饭 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中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 最多是擦枪自己的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各位观众朋友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第二位是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 现在进行的栏目是 BOA有文必答 我是黄耀义 今天我们要回答一位观众 有关于美国种族议题的来信 他问到 美国存在种族歧视吗 前段时间有黑人青年被枪杀 而引发了大规模的示威抗议 之前的节目当中也进行了很多讨论 我想问一下 亚裔尤其是华裔 在美国的境况如何 而他们也是少数族裔 在美国生活会感受到启示吗 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嘉宾 依然是我们的三位嘉宾 一位是时事评论员曹长青先生 曹先生透过SKY 从佛罗里达州参加节目讨论 感谢曹先生 另外一位是 演播室内的美金黄文化动中心 董事长蔡德良先生 再次欢迎您 最后是美国华人全国委员会 职委会会会长薛海培先生 薛先生通过SKY 从加州参加讨论 薛先生你好 你好 虽然我们的观众 还有听众热线已经开通 请您可以拨打400-120-0551 一起来参加话题的讨论 那首先我想要先 请问一下三位 我们看到其实 在2011年的时候 加州UCLA的一个学生 叫做Alicandra Wallace 她在发表了一个网上的视频 当中以一些像Chin Chong 这样子一个比较具有 种族歧视的一个语言 来嘲笑亚裔的女学生 引起了轩然大波 我们也经常看到 甚至有一些电视明星 电影明星 把眼睛用这个胶带贴起来 做成眯眯眼 然后来说自己是亚洲人 或者是有像以Chinaman Jundin Boy这样的词 来形容亚洲人 我先请教一下 这个薛海北先生 这个亚裔呢 在您的观察里面 在美国是否 还是有受到歧视的状况 那我们亚裔呢 他在职场上 是不是还是受到了 玻璃天花板这样的限制呢 薛先生 我觉得这是两个 一点不太相同的问题 如果从亚裔角度讲 从历史角度讲 我们大家都知道 这个当年美国 1882年通过的排法 是明显的是 美国历史上 这个单独对一个种族的 唯一的一次 派华这个法案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当然 这个梁先生和我们 都做了很多努力 在两三年以前 这个促使美国国会 最后让美国国会 对当年的歧视进行道歉 那么我觉得美国 从60年代到70年代 进行了民权法的这个改革 进行了民权法的这个改革以后的话 以及这四五十年以来 民权运动四五十年以来 这个美国各界 对这个民权的重视 对其他种族的这个敏感 增加 甚至敏感到了现在我们经常开玩笑的政治正确的这种地步 就是有点过头的地步 我觉得美国的今天来讲 是从制度性的 法律性 甚至一些习惯的做法 已经有了非常重大的进步 基本上不存在制度性的歧视 对华人 所以说如果今天还有种族歧视 我觉得这个种族歧视 包括这个华人的歧视 已经不是我们日常生活中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可以说是不太重要 我个人认为是不太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么至于说职场上 对华人这个是否有这个 这个玻璃天换板的问题的话 这个问题也是大家非常讨论 很多的问题 我也想这是个非常有争议的问题 那么争议的主要原因 就是有一部分人认为说 这个职场上确实是存在的有玻璃板 这个现象是确实存在的 那么原因就不一样了 我就说一部分人认为 这个事情可能是由于种族歧视造成的 那么另外一部分人 就像我这样的人认为 这个玻璃天换板的对亚裔的存在 基本上和种族歧视 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或者没有很大的关系 我觉得这个问题说实话 很大的原因是由于我们华人 自己的文化习惯 个性语言各个方面综合造成的 我们在美国的这个职场上的这个竞争力 特别是往高层管理走的竞争力 有限制 因为我可以讲个很简单的比例 如果你说美国现在这个白人 对我们来华人有歧视的话 我想可以问一个大家都知道的问题 在美国的华尔街和这个硅谷都有大量的华人和印度人 那么而且华人数量超过印度人 而且华人来美国的历史远远超过印度人 你能够说是因为白人特别喜欢这个印度人 而不喜欢华人是这样的对待吗 因为印度人在这个印度裔的美国人 在美国的华尔街和硅谷的这个就是说职场上 做到这个高管这个地步 起码是华人的三到四倍 我就说这种巨大的差异 你是怎么解释 如果是说要是玻璃这个天花板的话 那么应该说美国人对印度人也歧视 对华人也歧视 但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 所以说我意思就是说这个结论是 如果往总之歧视角的话是吓得太快了一点 好的 谢谢徐亚伯先生的分析 那我想接请教曹桑欣先一样的问题 就是您有观察到您来美国这么多年来 是否有观察到对亚裔 不只是对华裔 对其他的亚裔的一些歧视的情况 是否有这样的情况呢 现在不仅是对中国人 对华人 对亚裔 对其他黑人少数注意 在美国 那我来过二十多年住在这里 看到美国不仅这二十多年 过去这个半个世纪 已经基本上没有这个来自政府和国家制定的 法律的歧视不存在的 来自政府和国家的更没有法律的 今天你说包括大公司 哪公司要制定有歧视性的法律 那么个人早就会告他们 获得巨额的赔偿了 所以来自美国的这个政府的国家的 这个包括大公司的这种制度性的 法律性的歧视不存在的 你像中国媒体的官方媒体热忽于炒这个美国总数歧视啊 利用任何美国的一个什么案件的恶性的案件 就炒作啊 美国不好啊 我们好像相对提交 还是我们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好 不是呀 美国来自政府的国家的法律的歧视是不存在的 那既然来自个人的歧视有没有 当然有 这不仅美国有 中国有 台湾有 全世界哪个族群都会有的 那像在中国的话 北京人其实东北人的 觉得你北京话说的不好的 上海人其实广州人的 其实山西人的 湖南人的 这哪个族群都有 来自个别人的 来自其他的人的 那个其实怎么办 那你解决不了的 这哪个族群都有 你想解决的根本办法 是你靠自己能够站立起来 你继续取得成绩 你自己能够发挥的好 你自己取得了成绩的话 受人尊敬的话才能改变 这个像尊敬这种事情 不是靠强力的 不是靠这福尔森那种 示威 烧酒店 烧餐馆 包括打死警察 你用这个来获得别人尊敬 不但不可能 反而别人更加 蔑视你这个族群 默视你这个群体 你不是靠正常的手段 获得别人尊敬的 所以我觉得美国的话 是这个歧视的问题 是被一些专制的国家 包括阿拉伯专制国家 过于炒作 炒作了 所以实际上我们生活在这 并没有感觉什么 这是个很大的问题 或者非常严重的问题 或者非常迫切的问题 是 谢谢曹先生的分析 那我最后来请教一下蔡德良先生 就是您在这个当地的侨舍 也都有非常长久的时间 就您观察里面对于说 与种这个主流社会的融入 还有这个主流社会 对一些华人对侨舍的看法 是不是还是难免带有一些 不同的种族的眼光呢 现在应该这么说 不是有没有的问题 是程度的问题 就像刚才曹汤先生说 难免还会有 那么这个原因很多 那么这个但是在职场上 平常生活上 在一般的这个 比如说在政府机关上 制度上是绝对是没有 但是个人上一定是有的 那么这个一个是长期累积下来 一个经验的问题 生活经验的问题 一个是语言沟通的问题 一个是个人的这个生活习惯 或者是文化背景的问题 那么这个东西的不一样 是引起这个可能的 这个歧视的问题 是一个我们讲说 是一个误解的问题 就怎么样让彼此更了解 所以我们常常举办 很多不同的活动 来让这个主流社会参加 让一般民众可以参加 所以让他们更了解 我们文化上的优点 让他们更了解 其实不是他们所看到的 比如说小说上 电视上 电影上 华人什么这个 很多缺点 很多不正确的印象 那只是一小部分 或者某些人 故意的抹杀的印象 其实华人有很多优点 亚洲人有很多好处 那么只是说 我们怎么去做好沟通 平常的职场上的话 的确有这些问题 我想大部分都是因为 语言上的沟通的问题 还有你文化上 因为比如说 有些这个文化上来讲 印度人也好 美国人也好 本身在这个职场上 是比较强势的 比较愿意讲话的 那华人反过来讲 就是说第一个 可能语言上有问题 第二个可能 语言上没有问题 但是比较不想讲话 想要讲话 人家会觉得说 很突兀 亚洲人不是都不讲话的吗 华人不是都不讲话的吗 所以这种情况下 是一种长期累积 它的一个经验的问题 那么这个东西 就是必须要我们发挥 我们平常文化 传播的一个功能 来把这个事情做 所以社区 社区上的 不同的团体 能够尽量在这方面做 是比较有帮助的 是的 谢谢您的分析 那我们也知道 其实美国有关于少数族裔 在民权 还有政治权利等等的争取 就像刚才薛海维先生讲的 是从非洲裔美国人开始的 那我们也看到 上周日是所谓叫做 血腥星期天 我们看到是在50年前 有许多支持 争取黑人投票权的人 包括有黑人白人 在内的维权人士 当时聚集在 阿拉巴马州的塞尔玛市 那么他们是准备 要来游行到 阿拉巴马州的首府 蒙哥玛利 来争取投票权 但是他们却遭遇到 白人警察 对于示威者 进行残酷的攻击 许多的人 甚至遭到殴打 重伤 还有死亡 那次的事件 最后也促成了 1965年的 投票权法案的通过 有效地保障了 非裔美国人的投票权 但是我们看到 这个运动经历了50年之后 本周却也传出了 在奥克拉荷姆大学 一个兄弟会的成员 在网上视频当中 发布了高喊 种族歧视的语言 那我们看到了 这段视频当中的 白人学生 在公车上 高唱着 种族歧视的语言 包括说了说 黑人不准加入兄弟会 甚至也说了 在树上吊死黑人 等等这样的话 目前我们看到 这些学生 已经受到了 学校的处分 而奥克拉荷姆大学的 校方呢 也已经道歉 不过呢 我们看到这件事情 也让大家 这个整个美国的社会 也发现说 其实我们经历了 这么长久的一个 争取民主 争取民权的一个过程 好像种族歧视 尤其是黑人的种族歧视 好像还是存在的 所以说 我们除此之外 我们也看到 近年来在佛罗里达州 也看到 刚才我们提到几个案例 有这个黑人少年被打死 还有这个密苏里州的 佛格森呢 还有纽约市 也都发生了 这个没有 所谓寸铁的黑人 被打死的一个新闻 那么也造成了 讨论说 警方是否有过度执法 或是在警方军事化 以及种族歧视的争议 那其实我直接插了一下 其实到现在 美国都还有3K党的存在 所以我想先请教一下 这个薛海培先生 为什么现在的美国到21世纪 民权运动也走了50年 那么针对黑人 非洲 印美国人这个部分 还是有这么大的一个 种族的撕裂的情况呢 我觉得这个是个 美国的这个 一个这个民族 这个国家的一个命运 就是说我们这个国家 它的很多美好的地方 也是从它的多民族 这个民族这个角度 一个多民族社会来 但是我们这个国家的未来 可能一个致命的一个弱点 也可能是由于 同样的是多民族社会来的 这就取决于我们未来 如何处理好 如何看待美国的种族关系 尤其是这个 你刚才讲了 这个黑人 在美国社会的地位问题 那么我个人整体讲起来 我个人是非常支持 也赞成这个 我这个黑人 这100多年来 争取自己权利 包括到60年代的民权运动 这对美国社会的改善 对亚裔华人在美国社会地位 都有很多正面的帮助 但是我也要讲一点 就是70年代以后 我觉得美国的黑人的 特别是在黑人的领导层面 黑人的社会精英们 没有把黑人社会 影像一个正确的 这个状况里面去 走了甚至可以说 是条不太健康的路 那么这个问题也造成了 今天黑人社会 依然是十分令人不满意 甚至是糟糕的一个社会现状 美国黑人今天的社会指标 是不可思议的 甚至已经是到了 不如好一点第三世界国家 这个黑人的指标 所以说这些都是无法理解 也无法接受的一件事情在美国 我觉得我们在美国一个社会 还有25年就会少数年 变成多数民族的一个社会了 那么这对美国的未来说 是个巨大的挑战 是 那我接下来想请教曹仙 刚才这个薛仙讲 您是否同意 那另外我也想请教 就是说薛仙也提到说 黑人的民权领袖 应该要带领黑人 我们非洲裔美国人 走出所谓的贫困 或是以前的一个困境 但是我们同时也看到 有很多的非洲裔美国人 他们也试图要在社会上努力 要能够进行求学 但是他也不断地 像我有一些黑人的朋友 甚至在自己 就在阿拉巴马州 他是阿拉巴马州的人 他在当地的餐厅去吃饭 人家不让他进去吃 那所以对他来讲 他就非常的困惑 因为他是一个高学历的人 那他也念了大学 念了研究所 那他有一个graduate degree 那对他来讲 这是一个对他来讲 非常困惑的一个现象 他努力地求学 努力地上进 但是他还是没有办法 得到公平的对待 那所以可以请曹仙分析一下 为什么这个种族撕裂情况 还是这么的严重 那到底要怎么样能够弥合呢 当然我们说美国 这个有一个耻辱的历史 还有黑人奴隶的历史 这是美国耻辱的一个历史 包括早年黑人不能投票等等 但是问题是 今天刚才薛先生讲得非常好 今天情况很大的改变 本质性的改变 欧巴马做一个黑人的话 当选了总统的话 这就标志着美国制度性的 歧视黑人已经不存在了 否则他怎么能当了总统呢 所以这个是今天 根本性的黑人的问题 今天要检讨的 不是白人 对着华人亚裔在歧视他们的问题 而是他们本身的问题 刚才薛先生讲的话 我特别流行听到 他特别提到是黑人的那些精英 那些黑人领袖 在把黑人领向一个错误的道路 不健康的道路 他把什么事情都推向外界 其他族群 包括亚裔对我们歧视造成的 其实不是的 是他本身带来的问题 他们不检讨 结果导致黑人随着他这个煽动 黑人更加增加这个受害者心态 这种不健康的心理 包括我们今天说 刚才你提到了 这个弗洛伊达和福克森 密苏里州两个黑人被杀害了 丧生了 是悲剧 但问题的不是警察 因为他的颜色肤色杀害的 而是这个 他本身挑战这个公权力 尤其像福克森呢 抢警察的枪支 而且抢商店 那个录像带 大家在网络都看到了 在电视看到了 这种事情 黑人领袖把他煽动成了歧视了 今天黑人的问题非常严重 黑人领袖不检讨 今天你像黑人在美国人口 3亿人口 他占13%几 可是他犯罪率 接近50%朋友们 占47%犯罪率 那三人多岁的 美国黑人成年人的话 将近三个人就有一个人 曾经有过东郭监狱的记录 他如果跟亚裔比较 跟白人比较 差别很大 现在美国黑人的犯罪率 是白人的七倍 第二个 美国黑人的犯罪率 凶杀率是华人的一百倍 那这个问题不要紧张吗 包括你说这个黑人 我想再请教一下 因为我们看到 这个福格森的 这个新的报告出来之后 他似乎也提到是说 所谓这个入狱的 这个比例 以及犯罪的比例 有一部分也是因为 执法的时候 本身就带有歧视性 您认为是不是 也有这样子的情况呢 那今天这个执法 你怎么能判断的警察 他的动机是因为 他的color 是他的肤色 来审问他 盘问他 那今天你像这个 福格森 我们说具体的历史 Michael Brown 这个这个例子 那那个录像带看到了 他抢商店呢 商店拿了商品就走 今天他作为一个 快20岁的人 怎么可以公开 抢商店不交钱 把那个店主推到一边 这是这种行为 警察如果不管的话 那个店主是你开的 是我开的 我们怎么能够有个 保护我们 这个商店的自由经济 和我们人身安全呢 那警察必须执法呀 今天那个执法 我刚才提到的 你说执法确实是盘算 像纽约的话 拦截黑人的这个 检查率比较高 但你黑人犯罪率高啊 在纽约的90%以上的 修杀率都发生 在黑人发生的 而且95%被杀的 又是黑人的 那这个比例的话 那当然你要被检查的高啊 包括我刚才 我特别想提到 你像这个单亲母亲的话 像在华人的地西 我们美国之音所在地 发现福利比较好 美国首都 那很多黑人到那里 领福利 单亲母亲达到了75% 四个女性 三个就是单亲母亲 养一堆孩子领国家福利 然后领我们大家纳粹人的钱 那你不工作 那怎么能教育孩子呢 这些问题 黑人领袖不检讨 不来这个批评 结果你就把一切去说 这是你们歧视 不可以提 所以刚才薛先生说 现在美国不是一个 种族歧视的问题 而是把这个问题炒得过热 炒得变成正确 大家不敢说话的问题 才导致了黑人的情况 更加严重 这会说话是谁 是黑人本身吗 好的 谢谢曹先生分析 因为我们时间有限了 我们现在有几位 观众朋友在线上 我们赶快接听他们电话 首先先请广东的黄仙 请您30秒简短发言 黄仙 你好 请说 是这样子的 我很欣赏曹唐清同志的这个观点 我对曹唐清同志提的 讲的每一句话 我都很欣赏 其实这个只要一个国家 他不在制度上 在法律上没有歧视 那就不存在歧视 其实人之间 只是道德上 他其实有些东西 是你自己应该仿视下 我为什么会受到别人歧视 我为什么 不能够融入这个社会 我为什么 我对这个社会 起的是积极的作用 还是起的破坏 建设性的作用 还是起的破坏性的作用 应该好好反视自己 谢谢光华 谢谢我们听到你的意见了 因为我们还有另外一位的观众朋友 我们赶快接听一下他的变化 辽灵的赵先生 进行30秒简短发言 赵先生请说 你好 我想问一个问题 请说 据说 有人研究说 从小学用汉字的人 他的生存创造力 会受到抑制 那么我的问题就是 在美国 是曾经学过汉字的人 他在职场上 上升的途径有限 还是 所有的华人 不管是 学过汉字 和没有学过汉字的人 这个华人 上升的空间都有限 好的 好 谢谢梁林赵先生 那这个问题我想说 请蔡梁先生回答 最适合 因为你在这个当地的 特别华人社区有研究 所以对于华人 这个所谓他们的文化 对于他的未来的成长 他的成功 有没有帮助 我觉得是很有帮助 刚才这个 曹先生也好 这个学生讲的这个问题 其实很多时候 第一个 黑人是特别的贫穷 那么他们没有这个忍受力 所以他们这个 回过头来讲说 华人比较愿意在忍受 然后在职场上 可以接受一些东西 所以我觉得 这个华人的文化 的确是有 对这个职场上的 这个是有帮助 好的 好 谢谢蔡梁先生分析 因为时间的关系 关于美国国内 种族歧视问题的讨论 就先告一段落 感谢时事评论 曹藏欣先生 还有美金华人活动中心 董事长蔡德良先生 以及美国华人 全国委员会之委会会长 薛海北先生 参加今天的讨论 感谢三位 以上就是今天 DWA卫视时事大谈的 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在明天的 焦点对话节目当中 将带您来关注 正在召开的两会 并且讨论 美国学者的 中国进入残局说 还有电影狼图腾 欢迎您指示收看 您如果希望 对即将讨论的话题 提出问题或是评论 请到美国之音 中文网站上的 卫视留言板留言 也可以到时事 大家谈在Facebook 或是Twitter的账号上 发表您的看法 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IO Twitter.com-VOIO 希望我们的节目 陪伴您度过了 一个难忘的夜晚 别忘了 北京时间 每天晚上8点到10点 准时锁定 VOA卫视 我是黄洋毅 祝大家晚安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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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